下面我们来看所得税费用的确认和据量 所得税费用其实就是包括两个部分 一部分就是当期所得税 就是按照税法计算的我当期应该交的数 另一部分就是利盐所得税 好我们先来看当期所得税 当期所得税市值企业按照税法规定 计算确定的针对当期发生的交易和事项 应交纳给税务部门的所得税的金额 也就是当期的应交所得税 我这个算完了之后真金白银就得给税务局了 计算公式当期应交所得税等于应纳税所得额乘以所得税税率 那应纳税所得额等于什么呢 应纳税所得额是从会计利润调整过来的 应纳税所得额是从会计利润调整过来的 根据会计利润然后看一下会计跟税法的不同 进行调整 应纳税所得额等于会计利润 加上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计入利润表 但是计税时不允许税前扣除的费用 也就是说我会计上作为费用 税法不允许扣除 那给它加回来 加上或者减去计计利润表的费用 与按照税法规定 可于税前抵扣金额之间的差额 加上或者减去计入利润表的收入 与按照税法规定 应该记入应纳税所得额的收入之间的差额 然后减掉税法规定的不征税的收入 税法规定不征税的收入 那我会计上是确认收入了 那税法不征税 这部分减掉 加上或者减掉其他调整因素 就是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那这个在我们会计上 大家知道这个逻辑就行 考试的时候也会说的非常清楚 那么这个在税法上 应该是考察的是非常仔细的 给你很多条件 然后让你去判断 在会计上 如果出相应的题的话 相应的哪块该调加 哪块该调减 在题目中都会明确的指出 第二部分 所得税费用的第二部分就是地研所得税 地研所得税是指按照所得税准则规定 当期应予确认的地研所得税资产和地研所得税出债 也就是地研所得税资产及地研所得税负债当期发生额的综合结果 是当期发生额的一个综合结果 但是不包括记录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的所得税的影响 因为记录所有者权益的它是影响所有者权益 我们这里讲的是所得税费用 它是记录费用 计算公式 地研所得税那就是地研所得税负债的增加额 减掉地研所得税资产的增加额 地研所得税负债的增加额 那就是地研所得税负债的期末余额减掉期出余额 地研所得税资产的增加额就是地研所得税资产的期末余额减掉期出余额 一般情况下地研所得税应记录所得税税用 以下两种情况除外 第一个某项交易或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应记录所有者权益 由该交易或事项产生的地研所得税资产或者地研所得税负债 以及变化也应记录所有者权益 那是由于所有者权益引起的 所以相应的地研所得税也要记录所有者权益 不构成利润表中的地研所得税费用 第二种情况 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负债 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 应确认相关的地研所得税的 该地研所得税的确认影响合并中产生的商欲 或是记录当期损益的金额 不影响所得税费用 也就是说合并中取得的资产负债 由于账面价值和计税技术不同 那它会形成地研所得税资产 地研所得税负债 它影响的是什么 影响的是你花钱买的这一堆资产和负债 那你花钱买的这一堆资产和负债 它价值变了之后 那不就是影响商欲吗 好 再来看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两个 一个是当期的所得税费用 再加上地研所得税费用 好 我们看一道例题 假企业持有的某项以供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其他增加收益的 其他债权投资 成本为500万元 会计期末 其供允价值是600万元 上升了100万 该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25% 除该事项外 该企业不存在其他会计 与税收法规之间的差异 且地研所得税资产和地研所得税负债 不存在期出余额 会计期末 在确认100万的供允价值变动的时候 借其他债权投资 带其他综合收益 那这个时候呢 其他债权投资 它的账面价值就是600万 然后在税法上 税法呢 不确认供允价值的变动 所以呢 税法的计税基础 还是500万 那这样600万和500万之间 资产 资产的账面价值 大于计税基础 产生什么 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100万 然后呢 乘以所得税税率呢 就是地研所得税负债 那账务处理 由于这个地研所得税负债 是谁引起的 是其他综合收益引起的 所以 他对方科目也应该记在 其他综合收益上面 借其他综合收益 但地研所得税负债 25万 好 我们再来看一道理解 A公司 2097年度 利润表中的利润总额呢 是3000万元 该公司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是25% 地研所得税资产 及地研所得税负债呢 不存在期出余额 与所得税核算有关的情况如下 2097年发生的有关交易和事项中 会计处理与税收处理 存在差别的有 2097年1月 开始计题折旧的一项固定资产 成本是1500万 使用年限是10年 净残只是0 会计处理呢 按照双倍余额递典法 会计按照加速折旧 按照双倍余额递典法 及其折旧 税收处理呢 按照直线法 及其折旧 那就是会计 进题的折旧会多 假定税法规定的使用年限 及净残值呢 和会计规定的相同 这第一个资料 第二 向关联企业捐赠现金500万 捐赠现金500万 它是记住哪里啊 会计它是记入了 营业外支出 那假定按照税法规定 企业向关联方的捐赠 不允许税前扣除 不允许税前扣除呢 那就要在利润的基础上 在计算 这个应纳所得税的时候 在利润的基础上 要把这个加回来 包括 我们第一个 在税法上是按照直线法 那你会计上多提折旧了 多提的这一部分 给它加回来 第三 当期取得作为交易性 金融资产核算的股票 投资成本 是800万元 2.97年12月31日的 供允价值呢 是1200万元 上升了400万 上升了400万 它会记住哪里 记住到供允价值变动损益 400 税法规定 以供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在持有期间 市价变动 不计入应纳税所得 它在会计上是增加了损益的 是增加损益 但是税法上这个不确认 不确认呢 那我们要从利润里面 把这个减掉 把这400 减掉 第四 违反环保法规定 应该支付罚款250万 支付罚款 对于企业在会计上 是这么处理 也是记住到 如果说 它这个是还没付的话 没付的话 它是记住到 其他应付款里面 记到其他应付款里面 那记到其他应付款里面 它对应的科目是 借记营业外支出 代记其他应付款 那么这个能不能扣除呢 在税法上是不允许扣除的 税法上不允许扣除 如果是算应纳税所得额的话 要在利润的基础上 把这个扣除这个罚款 再加回来 250万 期末对持有的存货 记提了75万的存货跌价准备 那存货跌价准备 税法上也不认呢 那在会计的基础上呢 调整到税法 应纳税所得额的 应当再加上75 因为它这个 记提75万的存货跌价准备 它是借资产减值损失 再存货跌价准备 所以呢 击押回来 该公司 2017年资产负债表 相关项目金额 及计税基础 如下表所示 存货账面价值是 2000万 计税基础呢 是75万 因为它 计提了75万的减值 所以是产生一个 可抵扣的暂时性差异 75 然后固定资产 原价是一样的 折旧呢 它是采用双倍的余额递减法 所以 它折旧第一年是 300万 然后这个呢 是150万 计税基础 折150万 这样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就是1200万 计税基础呢 就是1350万 这样产生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150万 同时 在 会计利润的基础上 会计利润是扣了300 那么 站在税法上 我只允许扣150 所以 这个站在 税法上 要给它加回来 150 然后包括这个也是 会计上具体的 从货底下准备 那么在税法上 要给它加回来 交易性集中资产 账面价值1200万 计税基础是800万 然后呢 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因为这是资产嘛 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而且它确认了这个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400万 那么在 调整利润的时候 要把这400万 减掉 因为这个税法不认 其他应付款 就是应该付的这个罚款 250万 这个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 是一样的 都是250万 但是 它对方科目是递在哪里呢 它是借营业支出 贷其他应付款 所以这个 在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要给它加回来 2657年度 当期应交所得税 首先要算 应纳税所得额是多少 应纳税所得额就是利润 加上固定资产的这个 固定资产的折旧 少折的这一部分 给加回来 然后呢 还有就是捐赠的这一部分 给这个关联企业捐赠的这一部分 税法也不让扣 给加回来 然后呢 减掉 供允价值变动损益 还是供允价值变动收益 税法呢 不认这个 所以呢 把它减掉 还有呢 就是 这个对于罚款 罚款呢 它是记录言外支出的 那这个税法不让扣 给它加回来 还有呢 就是存活低价准备 存活低价准备 税法也不让扣 也不加回来 计算出来 应纳税所得额是 3575万元 那应交所得税呢 就是3575 乘以25% 是893.75 2097年度 地盐所得税 地盐所得税 那刚刚这个表头已经列出来了 对吧 像应纳 应纳税暂时形差异 可底扣暂时形差异 那应纳税暂时形差异 乘以税率 它就是 地盐所得税负债 可底扣暂时形差异 乘以税率 就是地盐所得税资产的 计算出来 地盐所得税资产是 56.25 地盐所得税负债呢 是100万 然后呢 期初没有预额 期初没有预额 那么这个呢 预额就是它的发生 所以地盐所得税 就是等于 当期地盐所得税负债的增加额 减掉地盐所得税资产的增加额 计算出来 地盐所得税是 43.75万元 好 再来看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呢 那就是当期应交的所得税 这个算出来了 加上地盐的所得税 这个也算出来 那就是937.5万元 确认所得税费用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所得税费用 937万5千 然后呢 不要看这个算所得税费用的时候 这个地盐所得税资产和地盐所得税负债 这算了一个综合的结果 但是在编会计分录的时候 要分别写 借地盐所得税资产 56万2千5 然后代计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893万7千5 然后代计地盐所得税负债 100万 严有上例 假定A公司在2008年 也就是到了下一年 刚刚说的是 发生的是在2007年度的事项 到了2008年度 到了下年 当年应交所得税为1155万元 这个给你简化了 应交所得税 直接告诉你是多少钱了 是1155万元 资产负债表中 有关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与其计税基础相关资料 如下表所示 除所列的项目外 其他资产负债项目 不存在会计和税收的差异 那列在有存货 存货的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产生 可底扣暂性差异200 然后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910 计税基础1200万 产生可底扣暂性差异290万 交易现金融资产 账面价值1675万 计税基础1000万 产生应纳税暂性差异675万 然后还有预计负债 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250万 计税基础是0 所以产生了可底扣暂性差异250万 加总的计算下来 应纳税暂性差异是675 可底扣暂性差异 余额是740 当期所得税 也就是当期应交的所得税 题目直接告诉你们是1155万元 再来看地研所得税 地研所得税期末地研所得税负债的余额是多少呢 就是按照这个乘以25% 675乘以25%是168.75 那么期初的地研所得税负债 因为这个是承接着上一个题的 之前上一期确认地研所得税负债是100万 那本期的余额是168.75万元 本期地研所得税负债增加68.75 期末地研所得税资产呢 按照刚刚这个 总的可底扣暂性差异的金额乘以25% 计算出来期末地研所得税资产的余额是185万 然后期初地研所得税资产呢 是56.25万元 这样地研所得税资产增加多少 这两个一减增加了128.75 那地研所得税是多少呢 地研所得税就是用地研所得税负债的增加 减掉地研所得税资产的增加 计算出来是-60万元 -60万元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收益 确认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呢 等于应交所得税 当期应交所得税 题目已经告诉了 是1155万元 然后再加上地研所得税 只不过这个地研所得税呢 是一个负数 是负的60 所以是减60 计算出来所得税费用是1095万元 确认所得税费用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所得税费用1095万元 然后地研所得税资产和地研所得税费用 负债分别计 借地研所得税资产 128万7500元 带地研所得税负债 68万7500元 然后带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 1155万 好 我们看一到19年的单选题 甲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 2019年6月30 甲公司以3000万元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购入一套环保设备 并于当月投入使用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 甲公司对上述环保设备呢 投资额的10% 总共是3000万 它的10% 10%也就是300万 300万 可以在当年的应纳税额中 注意是应纳税额中 应纳税额就是最后乘以25%之后的 这个金额叫应纳税额 前面这个叫什么 前面这个叫做应纳税所得额 就可以直接从这里面 可以直接从这里面 当年不足抵免的 可以在以后五个纳税年度中抵免 2019年度 甲公司实现利润总额是1000万元 甲店甲公司未来五年 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和税款率件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2019年度利润表中应当列报的 所得税费用的金额 应当列报的所得税费用 那就是分两部分 一个是当期应交所得税 当期应交所得税呢 就是当期实现的利润1000万乘25% 那就是250万 250万 250万 但是由于买这个设备花3000万 他可以抵10% 可以抵10% 也就是说 可以把这250万都抵掉 还剩50万 把这250万都抵掉 还剩50万 也就是说什么 也就是说 当期不用交所得税 当期不用交所得税 因为250万都给抵掉了 所以当期不用交所得税 所以 所得税费用的第一部分 当期应交所得税是什么 是零 然后再加上所得税费用 好 他还剩50万 可以在后面去抵减 可以在后面去抵减 所以试一下 地延所得税资产 那地延所得税资产的增加 对于所得税费用来讲 那就是负的 那就是负的 所以是负的50万元 答案是D 抵免前 209年应交所得税的金额 是1000乘25% 是250万 环境保护设备投资额10% 可以抵免当年的应纳税额 可以抵免当年的应纳税额 也就是当年可以抵免所得税 3000乘10% 可以抵免300万元 当年不足抵免的 可以在以后五个纳税年度抵免 也就是当年应交所得税 金额是多少 是零 总共是250万 我就可以抵免300万 所以当年的都抵到零了 并同时确认地延所得税资产 50万 所以假公司在2019年度利润表中 应当列报的所得税费用的金额是 负50万 好 再来看一道18年的综合体 假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 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 假公司自20某一年二月 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 所属纳税年度起 享受三免三减半 就是免三年 然后呢 前三年是免的 然后呢 再有三年呢 是减半征收的 享受三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 也就是20某一年至20某三年 免交企业所得税 前三年直接免 然后20某四年至20某六年 减半 减半是多少呢 减半按照12.5%的税率 交纳企业所得税 假公司20某三年至20某七年 有关会计处理与税收处理不一致的 交易或事项如下 其他资料 第一 20某七年度 假公司实现利润总额是4500万 第二 20某三年初 假公司地研所得税资产和地研所得税负债 无余额 20某三年初是没有余额的 无未确认的地研所得税资产的 可抵扣暂时应差异和可抵扣亏损 除上面所述外 假公司20某三年至20某七年 无其他会计处理与税收处理不一致的交易或事项 第三 20某三年至20某七年 各年末 假公司均有确凿证据表明 未来期间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应差异 也就是说 如果存在可抵扣暂时应差异的话 你就乘以税率 乘以相应的税率 确认地研所得税资产就行了 第四 不考虑除所得税外的其他税费及其他因素 资料一 20某二年12月10日 假公司购入一台不需要安装即可投入使用的行政管理用的设备 管理用的固定资产 成本是6000万 这个设备采用年数总合法具体折旧 预计使用年限是5年 那年数总合法具体折旧 那么它每年的折旧率就不一样 年数总合法就是分子是 比如第一年分子是尚可使用的年限 分母是一一直加到 第二年就是一一直加到五分之四 预计无净贪值 税法规定固定资产 按照年限平均法计题的折旧准欲在税前扣入 也就是税法按照什么 税法是按照年限平均法计题折旧 而会计上是按照年数总合法 假定用税法规定的A设备 预计使用年限及净摊值 与会计规定相同 但是就是因为折旧方法不同 就会导致它的计题的折旧金额不同 计题的折旧金额不同 就会导致它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不同 要求根据资料一 分别计算假公司 2013年至2017年 各年A设备应该提的折旧 并编写完成下列表格 那应该提的折旧 按照税法那个好算 税法就是五年 它是年限平均法 每年都是税法 每年都是1200万 那么会计上 它是按照年数总合法 年数总合法 分子是上课使用的年限 分母是1一直加到5 2013年 A设备应该提的折旧 那就是6000万乘以5 除以1加到5 计算出来是2000万 2014年 记提的折旧就是 6000乘以4除以1加到5 计算出来是1600万 2015年 A设备应该记提的折旧呢 那就是6000乘以3 除以1加到5 计算出来是1200万 2016年 A设备应计提的折旧 6000乘以2 除以1加到5 等于800万 2017年 应该记提的折旧 6000乘以1 除以1加到5 计算出来是400万 其实这道题 我们看这一问 虽然它跟所得税相关 但其实考察的更主要的是 固定资产 折旧的计算 好 然后这个是题目给出的表 让我们去填 账面价值 那账面价值 每年的折旧都有了 每年的折旧 那就用原值减掉折旧吧 用原值减掉累计折旧 计算出来 2053年12月31日 账面价值 4000 某4年年末 2004 某5年年末 1200 某6年年末呢 是400 某7年年末 5年嘛 就折没了 然后 计税基础 计税基础 因为它是按照年限平均码 所以每年都是折 1200 那第一年的计税基础 4800 然后往后分别是3600 2400 1200 然后根据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之间的插入 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我们看一下 账面价值是一直小于计税基础的 直到最后变成零 相等了 一直小于计税基础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 对于资产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是 可理扣 暂时性差异 那 就多差呗 暂时性差异 800 1200 1200 810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暂时性差异 从某三年是增加800 某四年 增加多少 某四年 增加多少 增加400 某四年增加400 到某五年 年着这 没有变化 到某六年 这 比这 减少400 然后到某七年这 爬一 变成啥 变成零了 变成零了 那原来是 800 减少 减少800 这是 它的一个变化 根据上述资料 计算甲公司 2013年 至2016年 各年年末 地研所得税资产 或地研所得税负债的余额 那一看这个呢 是地研所得税资产 因为它是账面价值 小于计税基础 那就算呗 这不都有吗 这不都给出 而且这个 而且这一问还比较简单 问的是余额 没有问你变化的金额 对吧 他问的是余额 余额呢 就用每年的 一成呗 但是这个有一个难度 难在哪 有个难度 它享受的是 三免三减半 我们再看一下 三免三减半 到这 从这到这 是减半 从某一年到某三年 是免的 然后从某四年到某六年 是减半的 是12.5% 然后从某七年 相当于是正常了 那么 比如说 这八百万 它要计算 这是柯底扣 赞人应差 他要计算 地盐所得税资产 乘以哪一个税率 乘以哪一个税率 要看 它是在哪一年实现的 对吧 我们地盐所得税资产 包括地盐所得税负债 适用的税率 是按照 你实现的 那个年份的税率 那就看到 哪一年实现 就是哪年消耗的 我们看一下 八百 到这消耗没消耗 没消耗 这八百还在呢 这八百基础上 又增加四百 到这消耗没消耗 没消耗 没消耗 一点没动啊 还在这呢 到这消耗没消耗啊 到这消耗 消耗多少 消耗四百 从这到这嘛 消耗四百 对吧 到这消耗四百 然后到这呢 消耗八百 消耗八百 因为它这里总共就八百 这消耗四百 这消耗四百 所以 它是从某六年才开始消耗 某六年才开始消耗 这样对比 这一年总共消耗四百 然后剩下四百呢 就是某七年消耗 那么某六年 它的税率是多少呢 还是在减半的时候 百分之十二点五 那就四百乘百分之十二点五 加上四百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这是二零某三年末的 低延所得税资产的余额 四百乘以百分之十二点五 加上四百 乘以百分之二十 20某四年末的 低延所得税资产的余额呢 20某四年末 你再回过来看 20某四年末 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消耗 一样吗 它是到这开始消耗呢 到这消耗多少 消耗四百了 我评论说 可是这个某三年 不是消耗了吗 能到某四年 还消耗四百 余额 这是余额 这不是发生了 这是余额 所以呢 在这 它是消耗掉四百 然后剩下的八百 就在那 那总共一千二 剩下消耗的 就是在某七年 所以对于某四年 就是四百乘以百分之十二点五 加上八百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二百五算 二零某五年 这一千两百万 二零某五年的一千两百万 也是一样吗 在这消耗四百 在这消耗八百 那就四百乘以百分之十二点五 八百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计算出来是二百五十万 然后二零某六年末 低安所得税资产的余额是多少呢 到了二零某六年末 是这些 这些它在当年肯定没消耗 这是它当年的 这是它当年的余额 所以呢 它在什么时候消耗 它是在某七年消耗 在夏年消耗 它在夏年消耗的这八百万 所以呢 在这一年消耗八百万 那就是八百乘以 某七年的税率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二十五 计算出来是二百 然后到某七年的余额就变成零了 好 然后我们再简单看一下 那它每一年的发生额呢 因为二零某三年是没有 低安所得税资产是没有余额的 那发生额就是一百五是吧 那二零某四年的发生额呢 发生额是低安所得税资产增加 一百万对吧 然后二百五和一百五嘛 增加一百万 二零某五年发生额呢是零 因为二百五和二百五是低 然后到二零某六年是变成二百了 从二百五到二百 那应该是减了五十 减了五十 然后从二零某六年到二零某七年 它的地安所得税资产 因为都弹成零了嘛 都折成零了嘛 所以没有余额 没有余额 其处还有二百呢 在某七年 应该是 这个低安所得税资产减二百 低安所得税资产减二百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资料 甲公司拥有一栋五层高的B楼房 用于本公司行政管理部门办公 迁往新建的办公楼后 甲公司2057年1月1日 与乙公司的签订租赁协议 把这个办公楼租出去 将B楼房租赁给乙公司 那原来是自用的 现在租出去了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投资性房地产 租赁合同约定 租赁期为三年 租赁期开始日为2057年1月1日 年租金为240万元 于每月月末分期支付 B楼房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之前 是采用年限平均法 计替折旧 预计使用年限是50年 预计没有经账值 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之后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转换日 B楼房原价是800万元 以提折旧400万元 那它的账面价值呢 就是800减400万 公允价值是1300万 那对于自用的房地产 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然后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 产生代方差额的 要记住到其他综合收益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 200万 2017年12月31日 B楼房的供引价值呢 是1500万 又涨了200万 税法规定 好 这前面这都是会计的 下面看税法怎么规定 企业的各项资产 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 固定资产 按照年限平均法 计题的折旧呢 准于在税前扣除 假定 税法规定的B楼房 使用年限及净残值 与其转换为 投资性房地产前的 会计规定相同 那我看一下 税法跟会计这个有区别了 会计上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而且是以供引价值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它既不继续折旧 它不折旧 它就是按照供引产 所以在2057年 因为2057年1月1号 它就把这个房子租出去 就转成了投资性房地产 所以呢 从2057年开始 它就没有寄折旧 但是税法上 不是按照供引产 税法上是按照历史成本 是按历史成本 那么税法上 这一年 它没寄提折旧 税法不承认 你得寄折旧 那寄提折旧 寄提多少呢 按照税法上 按历史成本 然后折旧年限 跟会计上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 800万除以50 按照税法上 应该补提折旧 没有 然后并且 它这个供引价值 税法上 也不承认 要求 根据资料2 编制假公司 2057年 与币楼房转换为 投资性房地产 及后续供引价值 变动相关的 会计分路 在这呢 就让咱们做 跟这个投资性房地产转换 以及后续供引价值变动 相关的会计分路 那就是借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的时候 借投资性房地产 按照供引价值 1300万 代计固定资产 原价 800万 借累计折旧 这是主科目 这是从科目 这两个是账面价值 然后他们之间的差额 是代方差额 进入到 其他综合收益 在其他综合收益 900万 然后到了期末呢 供引价值涨到1500万 那比1300万 又涨了200万 借投资性房地产 在供引价值变动损益 200万 好 我们看第三个资料 2057年7月1日 甲公司以1000万元的价格 购入国家同日发行的国债 款项呢 以用银行存款支付 该国债的面值就是1000万 期限的是三年 年利率为5% 与实际利率相同 利息于每年6月30支付 本金到期一次支付 甲公司根据管理国债的业务模式 和这个国债的合同现金流量的特征 将购入的国债分类为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那以贪于成本计量的 就是债权投资 税法规定国债的利息 免交企业所的税 要求 根据资料三 编制甲公司 20某七年购入国债 及确认利息的相关会计分路 因为它是以贪于成本计量的 所以呢 是债权投资 借债权投资 贷银行存款1000万 然后确认相关的利息 利息率是年利率是5% 然后它是7月份买的 所以是半年的 一年的呢是50万 半年的就是25万 借应收利息25万 贷投资收益25万 那么针对这投资收益 税法上是免税的 资料四 2057年9月3日 甲公司向符合税法规定条件的 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现金600万元 税法规定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的部分准备扣除 利润总额 屏幕告诉了 利润总额是4500万 然后12%是多少呢 12%是540万 也就是说可以扣除540万 但是它发生了多少 发生了600万 发生600万 它捐赠都记住营业支出 都记住营业支出 所以呢 它只能扣540万 它发生600万 怎么办 加回来60万 它额加回来60万 就是按照税法的 按照税法的 这个从会计利润调整到 营纳税否得额 要加回来60万 问题 根据上述资料 计算甲公司207年的 应交所得税和所得税费用 以及207年末 地缘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的余额 并编制相关的会计分录 好 我们先来看应交所得税 应交所得税呢 就是要先算什么 先算应纳税所得额 算应纳税所得额呢 就是从会计利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从会计利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那会计利润呢 是4500万 4500万 首先是固定资产的那个折旧 固定资产的折旧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我们还记得吧 固定资产它这个 呃 会计上是按照什么 会计上是按照年数总合法 年数总合法 而税法上呢 是按照年限平均法 年限平均法 那么会计上最后一年的 最后一年的折旧是多少 会计上最后一年的折旧是400 而年限平均法 因为它是6000万嘛 所以5 是1200 是1200 所以呢 按照税法上 税法上应该是扣折旧扣1200啊 你才扣了400 所以少扣了800啊 少扣了800 那得补上 补上 减掉800 减掉800 然后再减掉200 这200是什么 这200是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 投资性房地产转换的时候 是1300万 然后到了期末是1500万 公允价值变动 它进入哪里了 进入到公允价值变动 那这个税法上呢 也是不争税的 对于这个公允价值变动 税法是不认的 所以呢 把这部分给减掉 再减掉16 还是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 由于它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呢 它在某七年 这一年 它从1月1号就变成了 公允价值的投资性房地产 所以 它在这一年 它就没记者救 会计上就没记者救 但是税法上得记者救啊 税法上是按照历史成本来的 那记多少呢 刚刚咱们也算了 它的原值是800万 预计使用说明是50年 然后税法规定 可以按照年限平均法 那这就能有16万 把这16万减掉 这25万是什么 是国债的利息 国债的利息也是免税的 也是不争税的 那把这25万再减掉 然后再加上一个60 60是什么 那么刚刚算的 就是对于这个捐赠 捐赠总共发生了600万 但是税法要求只能扣除500次 就是利润的12%只能扣500次 那你多扣了60 那加回来 好 这样调整完了之后 这个就是应纳税所得额 应纳税所得额 这个就是按照税法上的了 基础 然后以这个为基础 乘以25% 就是应交所得税 计算出来是879.75万元 好 再来看低延所得税负债的余额 低延所得税负债就是谁 就是那个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 期末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期末的账面价值是 在会计上账面价值是供应价值 所以它是1500万 然后按照税法上的是多少呢 按照税法上的是多少 按照税法上 减400加16也行 再加个括号也可以 税法上应该是 它是以历史成本吗 转换的时候 转换的时候 账面价值400万 然后减掉当年的折旧吗 因为在会计上 它没记折旧吗 在税法上要记折旧 这是税法上的计税基础 是税法上的计税基础 所以是400减16 那把这块展开 就是减400加16 乘以25% 是279万元 那所得税费用是多少呢 所得税费用就是 879.75 这个是应交所得税 然后 还有一个别忘了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原来它是有什么 它是有 地盐所得税资产 期初是有一个余额的 到了某七年 整个的固定资产 无论是它的账面价值 还是计计基础都变成零了 所以它没有 地盐所得税资产的余额是零 但是由于它七初还有呢 它七初还有余额 七初余额就是 800 25% 800 x 25% 由七初有 地盐所得税资产的余额 然后变成零了 那应该是减掉地盐所得税资产 减掉地盐所得税资产 地盐所得税资产减少的话 对于所得税费用 它就增加 因为减少地盐所得税资产 肯定是代借地盐所得税资产 那就是借借所得税费用 所以它是一个增加 加上一个800 x 25% 然后再加上一个地盐所得税资产的增加 地盐所得税资产是279 但是这279里面 不全是归所得税费用的 不全是归损益的 它有一部分是归所有者权益 是归其他中国收益的 就是这一部分 转换日的时候 供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 供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这一部分 它是记归其他中国收益的 所以跟这一部分相关的地盐所得税负债 是要记归所有者权益的 所以把这一部分减掉 那就是用当期的应交所得税 加上地盐所得税资产的减少 加上地盐所得税负债的增加 然后地盐所得税负债里面 有一部分是属于所有者权益的给它减掉 那这个就是所得税费用 是1133.75万元 好看相关会计分路 借所得税费用1133.75万元 然后借其他综合收益 就是地盐所得税负债总共是这些 其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其他综合收益的 是多少呢 那就是13.400 就是那900的其他综合收益 乘以25%是225 然后代记地盐所得税负债279 代记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 879.75万元 然后代记地盐所得税资产 地盐所得税资产减少200万元 好我们再来看一道17年的综合题 甲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公司为上市公司 该公司二某一六年发生的 有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其他有关资料 第一个本题中不考虑除所得税外 其他相关税费的影响 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25% 假定甲公司在未来期间 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用于抵扣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如果有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话 就可以确认为点所得税资产 第二 甲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外币业务 采用业务发生时的G7汇率折算 要求就甲公司二某一六年 发生的有关交易或事项 分别说明其应当进行的会计处理 并说明理由 分别说明有关交易或事项 是否产生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与记税基础的暂时性差异 是否应该确认相关定言所得税 并分别编制 与有关交易或事项相关的会计分录 事项1 1月2日 甲公司在天猫开设的专营店上线运行 推出一项新的销售政策 凡是在1月10日之前 登陆甲公司专营店 并注册为会员的消费者 只需支付500元的会员费 即可享受在未来两年内 在该公司专营店购物 全部7折的优惠 支付500元的会费 然后享受7折的优惠 这个会员费不退 这个会员费不退 欠会员资格不可转让 1月2日之时 该政策共吸引30万名消费者 成为甲公司天猫专营店的会员 有关消费者在申请加入成为会员时 以全额支付会员费 由于甲公司在天猫开设的专营店 刚刚开始运行 甲公司无法预计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及未来两年可能的消费金额 税法规定计算所的税时按照会计准则规定 确认收入的10点作为计税10点 也就是说税法上跟会计上规定是一样 首先来看会计处理 甲公司对于收取的会员费 在收取10点应当作为什么 收取10点这是不是你卖东西 不是卖东西 因为你收取的这个东西 是给未来两年让对方享有的一个权益 未来两年消费者在你这享有的一个 7折的这样一个权利 所以你在收取的时候应当作为合同负债来处理 在两年内逐期摊销记录收入 理由呢 就是这个款项虽然不退 但是却赋予了消费者在未来两年内 消费打7折的权利 消费者赋予在未来两年内履行该承诺的义务 好我们来看事项一的会计处理 甲公司对于收取的会员费 在收取10点应当作为合同负债处理 就是收取的10点不能作为收入 因为这个时候呢 你还没有提供相关的服务 所以在收取的时候作为合同负债 在两年内逐期摊销记录收入收入 理由呢 就是这个款项虽然不退 但是其赋予了消费者 在未来两年内消费打7折的这样一个权利 甲公司赋予在未来两年内履行这个程度的义务 并且呢由于甲公司无法有效估计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金额 可以按照时间分期摊销记录随 快捷分路 总共收了多少钱 每一个消费者是500块钱 然后有30万个消费者加入了会员 也就是1亿5 借银行存款贷合同负债1亿5 然后呢 第一年顺利多少顺利一半 按照时间来嘛 两年所以第一年顺利一半 借合同负债7500万 贷主人业务收入7500万 由于税法规定计算所得税时 按照会计准则规定 确认收入的时点作为计税时点 所以 税快确认收入的时点呢是一致的 所以税法和会计确认收入的时点是一致的 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不需要确认业所得税 再来看事项二 2月2日甲公司将闲置资金3000万美元 用于购买某银行发售的外汇理财产品 理财产品合同规定 该理财产品的存续期为364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是3% 不保证本金级收益 不保证本金级收益 所以它的现金流固不固定 现金流是不是本金加利息 现金流不是本金加利息 因为它现金流呢不固定 现金流不固定的话 那它只能被划分为什么 只能被分裂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期间内每月一日可开放赎回 家公司计划将这个投资持有制到期 你别管它持有制到期 还是持有制到期中间准备出售 还是怎么样 你只要现金流的特征 不满足本金加利息的话 它就不能分裂为探运成本 不能分裂为以供应价值计量 提起变动技术其他中国收益 所以只能分裂为以供应价值计量 提起变动技术当期损益 也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当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 1美元等于6.5元人民币 16年12月31日 根据银行发布的理财产品价值信息 甲公司持有的美元理财产品价值 为3100万美元 当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 为1美元等于6.7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 它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期末按照3100万乘6.7 税法规定对于外币交易的折算 采用交易发生时的G7汇率 交易发生时的 交易发生时的就是 你投资的那个时点 投资那个时点 它就是按照这个 但是对于以供应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持有期间内的供应价值变动 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好我们来看会计数理 甲公司应将购买的外汇理财产品 作为以供应价值计量 期间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 入上价值呢 那就是3000万美元乘以6.5汇率 当日的机极汇率6.5 这是19500万人民币 期末确认供应价值变动及汇率变动 因为它分裂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的汇率变动 供应价值变动都进入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变动多少呢 供应价值涨到了3100万 然后呢 汇率变成了6.7 减掉这个成本呢 减掉3000乘6.5 那么是1270万人民币 这个呢 记录都记录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理由呢 就是这个理财产品呢 它不保证本金及收益 因此不能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也就是说它不满足本金加利息 这个现金流量特征 所以它不能分类为贪于成本的 和以供应价值计量 前期变动技术 其他中央收益的 只能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二毛16年12月31日 该项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大于记税基础 账面价值大于记税基础 正好是大于它供应价值上升这一部分 它记税基础就是这个成本 产生应纳税 账面价值大于记税基础 资产 所以产生应纳税 需要确认 递严所得是负债 好我们看相关的会计分路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3000万美元 乘以积极汇率6.5 是19500万 带一样存款19500万 然后呢 供应价值上升了 供应价值上升多少呢 上升到3001乘6.7 然后减掉 期处确认的这个 那就是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1270万 带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1270万 然后它的账面价值 大于记税基础 这个就是记税基础 这个就是账面价值 大于记税基础的这一部分 那要确认什么 确认地盐所得是负债 账面价值大于记税基础 对于资产来讲 是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乘以税率 形成地盐所得是负债 所以借所得费费用 带地盐所得税负债 1270万乘以25% 是317.5万元 好 下面来看事项三 假公司生产的一产品 中标参与了 国家专项扶持计划 该产品正常市场价格 是1.2万元美胎 假公司的生产成本 是0.8万元美胎 按照规定 假公司参与 国家专项扶持计划后 将以产品销售给 目标消费者的价格 是1万元美胎 国家财政 另外给予 假公司补助款 0.2万元美胎 也就是说什么 国家给予的补偿 是你正常的价款的一部分 是你收入的一部分 不是白给你的补助 2016年 假公司按照计划 共销售以产品 2000台 销售价款 及国家财政补助款 均已收到 税法规定 有关政府补助收入 在取得时 计入应纳税 会计处理 假公司收到 国家补助款 作为什么 作为收入确认 因为这个补助的受益者 并不是这个企业 而是这个产品的消费者 因此 假公司正常去计收入 而且收到的这个补助 就是我销售价款的一部分 所以他卖了2000 然后每一个是1.2万 那就借银行存款2400万 带主人业务收入2400万 然后截转成本 每一个是0.82000个 借主人业务成本 1600万 带库存商品 1600万 收到的国家财政补助款 账面价值与技术基础是相同的 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不需要确认 严肃的税 好 再来看事项四 9月30日 假公司自外部购入一项 正在进行研究中的研发项目 支付价款 900万元 假公司预计 这个项目前期研发 已经形成一定的技术雏形了 预计能够带来的经济力流入 足以补偿外购的成本 也就是说 它满足什么 满足资本化的条件 经济力流入都能补偿外购的成本了 那是不是满足资本化条件了 假公司组织自身研发团队 在这个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研发 当年度 共发生研发支出是400万元 通过一行存款之后 那我买这个的十点都已经满足资本化了 在这个基础上又发生的研发支出 是不是也满足资本化呀 假公司发生的有关支出 均符合资本化条件 这个题目也明明白白告诉你的 均符合资本化条件 至二某一六年末 该项目仍处于研发过程中 事法规定 企业自行研发的项目 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资本化的部分 其计税基础为资本化金额的175% 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费用化的部分 当期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为费用化金额的175% 看事项次的会计处理 假公司购入的研发项目 作为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核算 发生的研发支出呢 自己还发生买这个研发项目花了900万 然后呢自己发生研发支出400万呢 也作为资本化支出 理由呢预计能够带来的经济利益流入 足以补偿外购的成本 且后续支出符合资本化条件 快捷分路 购买的时候 借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代银行存款900万 支出 这是你发生的研发支出的时候 借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代银行存款400万 研发支出的账面价值是900万加400万 是1300万 计税基础呢 税法是可以按照175% 计税基础是2275万元 因此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产生暂时性差异 但是因为这个交易发生时啊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 而且也不是产生于企业合并 所以呢 不确认利润所得税 好 这就是本章的内容 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 我们介绍了所得税核算的基本原理 那所得税核算就是会计跟税法的一个区别 所以呢 会计上就是确认账面价值 税法上的确认计税基础 计税基础和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呢 就是暂时性差异 那如果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乘以税率呢 就是地盐所得税负债 如果是可底扣暂时性差异乘以税率呢 就是地盐所得税资产 然后计算当期应交所得税 计算当期应交所得税 再计算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就是当期应交所得税 再加上地盐所得税 然后我们介绍了资产的计税基础 资产计税基础等于未来期间 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 负债的计税基础呢 是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 暂时性差异 暂时性差异分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还有可底扣暂时性差异 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那么大家其实记住一个就行 你就记住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第一个 然后其他的你就跟他对应记就行 因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呢 如果是资产 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就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那负债就跟他对着吧 负债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呢 那也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可底扣暂时性差异呢 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和负债的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都属于可底扣暂时性差异 然后对于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如果乘以相应的税率的话 计算出来就是地盐所得税负债 可底扣暂时性差异乘以相应的税率 就是地盐所得税资产 然后我们又介绍了地盐所得税资产 及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那么地盐所得税资产和负债 要看它是由于什么产生的 如果它是跟损益产生的 就所得税费用 如果是所有者权益产生的 就所有者权益 如果是企业合并产生的 基础商与 特殊情况下还不予确认 什么特殊情况下 比如说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 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 税法允许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一百七十 确认无形资产进行摊销 那你这个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 就不一样 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但是由于它不是企业合并产生的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该税资产的额 所以对于这个 对于自行研发无形资产 加计的摊销的这个 就不确认电所得税资产 再比如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如果长期股权投资 它准备长期持有的话 那它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 之间的差额就不会实现 那这个也不确认电所得税资产 再比如说免税合并下 免税合并下的商欲 商欲它会形成一个账面价值 然后免税合并 它免税合并在税法上 相当于没有商欲 所以它的计税基础就是零 这个也会产生差额 这个商欲 如果是企业合并免税合并下 商欲形成的这个再生差异 不确认电所得税 这个不确认 特殊情况不确认的情况 我们要掌握 然后就是所得税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所得税费用呢 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当期所得税 一部分就是电所得税 那这个电所得税呢 等于当期电所得税负债的增加 减掉当期电所得税资产的减少 那这个电所得税呢 就是等于当期电所得税负债的增加 减掉当期电所得税资产的增加 好 这就是本章的全部内容 天道酬勤 时光不会辜负任何人 大家继续加油 我们下一章再见 谢谢大家